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的水泥,我是三级课程的学员 我在这里要很感恩,很感恩师傅,感恩MK老师,感恩Kili老师,还有Adanini老师的帮助 我知道这是师傅显化给我上课的这一次 因为我在4月份已经交完那个学费要上课了,准备要上课了 可是其实我的学费一直一直卡着,凯拉萨那里收不到 本来我以为我没有办法上课了,但是在28号的晚上,MK老师说我可以上课了 哇,那一刻我知道,我知道,一定是师傅显化给我的,所以特别开心 然后我讲一下我28号,29号,30号的上课过程吧 首先我有察觉到我这次上课的精神比起3月份上课的精神好多好多 我不再那么昏沉,我不再那么爱睡了 真的很感恩师傅,我知道这是师傅的能量,把我提升了 然后看这师傅的那个感觉,好疗愈啊,好兴奋 然后我这次也比较积极的在参加那个超能力,超能力显化的那个过程 我都全程都有参加,然后有发现到一点小小的进步 就是昨天我在显化我手掌的那个经络 我要把它显化的那个经络,不要这么浮肿,消沉一点 结果真的还是这样耶,很开心 然后也显化了那个Kili老师说,他手上拿着一个物件 然后叫我们看他手上拿着什么 结果我的答案也对了,所以我非常开心 因为之前我都什么样都显化不出的 所以我这次真的很大的进步,真的感恩师傅 今天我显化了我喝的水 我喝了水之后,然后我跟自己讲说 今天我要显化把那个水变得多一点点 结果我拍照来看,也好像真的是有多一点 所以我感觉到我的那个超能力显化的部分有在进步着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加油 然后我想要跟大家说,其实师傅真的每天每天都一点一点的 在帮着我们,帮助着我们成长 然后再给着我们礼物 是我们如果没有去察觉是不会注意到的 怎么讲呢?我要讲一下我上次上三级课程过后 我许了一个愿 我告诉师傅 请师傅就让我看到一个儿子 在他的那个学习方面有进步 结果真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学习能力会比较慢 然后真的我上了三级课 我跟师傅要求的那件事情发生了 我的儿子最近告诉我说 他的简发可以毕业了 因为他的那个简发的技术真的很大地明显在进步 每一次都进步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他终于可以毕业了 所以很感恩师傅给我这个礼物 然后真的很开心 很感恩师傅 我知道接下来我上完三级课程过后 师傅还会陆陆续续给我很多礼物的 所以在这里我要建议 还没有来上课的同修 你们赶快去显化吧 赶快来上课吧 接下来我们的课程到4号就结束了 所以大家加油哦 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